代表你是傷心的意思 好,我們今天要講什麼? 講什麼? 你跟自己不是才講過的問題嗎? 如果要我才去應該怎麼見? 我剛剛好像很難 因為這邊不能照顧 好,現在可以講 一點自然力夠 現在慢慢的已經到了 激情不好 自以為了 哈哈哈哈 這不是什麼好事情 而且什麼叫自以為,幫幫忙 可以以為年紀大了可以當藉口 是是是,這樣講得太好 好啦,我們剛才學一看第五頁 什麼標準畫質 標準畫質是什麼? 標準畫質是什麼? 那個是年代大量出現的畫質 為什麼那個年代大量出現 這種畫質 因為剛好適合他生存 適合他生存什麼意思 就是 那個時候的環境剛好適合 那種的環境很多 收看 來,收看,什麼標準畫質 收看 不要 你們都預習過了 課本都有寫過了 這是很簡單的課本上課的東西 你們預習已經看不到 不要拿參考書 拿課本 課本 他比較多的說明 課本他比較多的說明 那說明比較清楚 通常他是已經整理過了 他就只有一句話 課本如果看不懂的話 你看參考書更難 好 所以用學生來講什麼 如果那個要修一種 這塊 可以用它翻到年代 可以用它翻到年代對不對 他為什麼可以用它翻到年代 因為它只存在那個 什麼東西只存在那個年代 那種畫質 什麼是畫質 那種生物 主要是生物 因為如果說我們講的畫質 那是什麼 植物 植物也是生物 植物 植物不是生物嗎 所以有些生物它只存在 某些時段 還是小的時段 那時段可能只有1000年 這種生物只存在這個階段 1000年 這種生物就滅絕了 這種生物就不見了 所以呢 但是我們的 岩石 形成的過程當中 我想像是沈基岩 沈基岩在形成的過程當中 好 但某個石頭 這種生物出現了 然後死掉了 然後又被覆蓋起來 好 又被覆蓋起來 覆蓋起來 覆蓋起來 經過了好幾千萬年之後呢 欸 我們往下挖 就挖到這個畫質 所以你可以知道 這一層 這一層 的石頭 一定是那個年代 對吧 所以我在別的地方 在隔了兩千公里外 也挖到這種畫質 我一定說 這種畫質的石頭旁邊 這個年份 一定跟那個年份是一樣的 因為在地頭上 他們出現的時間是 就是那個小時段 當那個小時段指的 可是一千年 兩千年 三千年 就還是很常 但是就是那個時段 有那種生物 所以那種生物 死掉之後就沒有了嘛 你說這個地頭上 就沒有這個生物了 所以以後再看看 會不會再看看他新的畫質 會不會 會 有沒有可能 就沒有了 所以你只要往下挖 挖到這個生物的畫質 你就知道 這個生物的畫質出現了 這個石頭一定是那個年份 清楚嗎 就好像這個標籤一樣 你有看到這個標籤的 表示你自然很認真 對不對 你有看到這個標籤的 表示這個石頭就是那個年份 譬如是可能是一億年前的啦 或是一億五千年前的 就很清楚 所以這種畫質 我們知道 叫標準畫質 所以在全球 各地 你只要找到這種畫質 你就知道 這個石頭是那個年份 你知道嗎 清楚嗎 清楚嗎 所以標準畫質就是這樣 OK 那我們就要進入所謂的 運動中的天井 其實所以不會 bei 雷浩博物 就值得 謝謝 謝謝